上队市民上等有30公分以上的各種類口粿 台湾萬新平靜的三口粿只有10公分的長度 提映也比較迷你 這就是由三小洪分隊的救護員五星華 為海拔2000公車的三口粽 帶回羅納波羅的萬新三口粿 經過一年的時間 今年夏天已經可以結識累累 剛說我們去沙里仙收山爛 然後有一間發現了這個山谷瓜 然後野生的 然後拿回來再育苗 然後才有現在這個 這個苦瓜得來不易 而且他們那一次去收山爛 然後我一直掛著心啊 很擔心他 然後他就拿著山苦瓜給我 感覺好像是他特地去找這個山苦瓜回來 完全忽略了我的感受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說 又是看到朋友那樣喜悅的表情 然後我就想說 那時候的緊張啊 憂慮就都沒有了 就想說那我們就來種這個 分享給更多人 好過幸福阿姨阿姨太不夠的是 本本野家可能真沒起來 三口粿 就在今年夏天來勝散 大風修的緊張 和阿姨阿姨兩人是很開心 只要希望未來繼續討進衣瓜 也歡迎大家來到新意鄉的羅納佩洛來試吃看 三苦瓜 三苦瓜 目前是當令夏季當令的食材 那就是說可以清乾降火 目前大家都喜歡吃那個飲品嘛 比較冰冷的飲品 對身體比較不好 那喝這個雖然會有點帶微苦 可是不過加上目前創意料理 加上鳳梨啊香蕉等等的水果 那就會把那個苦味稍微壓下來 那也會達到消脂減重的 因為都沒有在灑農藥喔 那都被種吃掉 因為沒有使用農藥 常常都會看到糖質的分析 正面是有機再見 到最多市民眾 都會認賞到在日本沖繩 賣到夏夏季的三苦瓜 他們出在東北一開買 對的工不應求 也會讓這款本可能消失的台灣 萬新三苦瓜 可以讓他們成功以外 也可能創作出步驟的農業相機 記者檢測採訪報道